大家好,我是Chucha,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二凌晨一甲上演獨角戲 托蓮奧會在主場迎致亞特蘭大 托蓮奧近方有下滑,而且他們過往面對亞特蘭大都是輸多贏少 所以今將托蓮奧就算有主場之力也不移高估 這場賽四音直播為大家進行現場直播 53連聯賽後,托蓮奧只取得4勝4王5負 失球數比入球數更多 整體發揮不好 就算之前在萊徹和莎索羅身上取得勝仗 但托蓮奧最近兩輪同蒙莎以及波羅尼亞的對碰都連續失分 這兩位對手的排名都比他們高 顯然托蓮奧面對弱隊不怕,但面對強敵就不太好 值得一提托蓮奧聯賽至今主場作戰一共入了4球 這項數整個以甲來說屬於最差 鎮裡頭號射手拉當即也只入3球 兩位名氣較大的攻擊手沙拉比亞和沙帕達 還有伊力各自貢獻一球 他們功力確實有待提高 而考慮到托蓮奧已經連續四場各項賽事都失球 後防線存在一定流動 攻守欠佳的情況下,托蓮奧今場主場很大機會輸球 陣容方面中場列治和安格尼基辛都因傷缺陣 另一邊亞特蘭大目前積分比托蓮奧多 他們主客場表現亦比較均衡 甚至卓克入球比主場更多 過去六輪聯賽亞特蘭大每場都有入球 始終他們陣裏今季以甲入球數達到3球或以上 有斯卡默卡還有綠克文等4位球員 看到亞特蘭大的課力點明顯比較多 另外亞特蘭大賽克搶分能力亦在聯賽排名前列 最有利的是與拖蓮奧最近六次直接對話 亞特蘭大仍未輸過而且贏了當中四場 期間昆長三次動穿拖蓮奧的大門 足以說明雙方實力不在同一個水平之上 陣容方面前鋒托蓮欣賞優戰 喜歡這條片的話記得按LIKE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CHANNL 再SHARE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